澳洲野火持续延烧 烈火吞噬房屋 居民被迫撤离到附近活动中心 野兰假期声音现象发威 范围遍及全球 美国加州同样受到恶火侵袭 将近5平方公里的树林烧成一片火海 猛烈火势加上浓烟 导致两条高速公路关闭 而美国南边却深受暴雨威胁 街道变成河道 阿拉巴马州满目疮痍 还穿出有龙卷风肆虐 迫使州政府宣布进入激进状态 而CNN预估中部平原在未来几天 恐怕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冰雪风暴 英国西北部蓝开下郡也因为暴雨淹大水 累积原辆高达200公里 车辆泡在水中动弹不得 全球天气变化剧烈 原本欢乐的耶诞假期如今陷入水生活当中 记者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